第546章 嗷嗷待哺 身在宇宙深处 未面裂缝中 追海而行 王轩脸色略微有些发白 她扶住了地窟中粗糙的石壁 刚才的一瞬间 她竟站立不稳 三立光点映现 再汲取能量 这真是要涅槃出来了吗 她仔细去感应 以精神天眼观察它们 其中一立光点中有一个小人 璀璨无比 盘坐光团中 那是她自身的形象 代表了新元神 正闭着眼睛 浓郁的元神之力流动 盘坐的身影像是一轮骄阳高悬空中 戒子那须迷 光点很小 外人都察觉不到 连她自身不仔细看的话 也会忽略 可是在那细微的光点内部 仿佛无限大 新元神普照万物 很强 非常神圣 元神照射出的光芒充斥在每一寸空间 这一刻 新旧元神护感 彼此共鸣 初步交融 那种浓郁的元神之光 险些透体而出 照亮地窟 不过 新元神依旧闭着眼睛 渐渐和外界断了联系 似乎还未成熟 她被超凡光海吸引 再现出来 似乎是饿了 吸了一口光海辐射的涟漪 结果很快 她又吐了出来 挑食 王轩若有所思 这里确实不如高等精神世界 现阶段若是涅槃 元神神游纯精神未免 才是首选 王轩的目光离开这个光点 感知进入另一个光点中 那是一团血 鲜红而炫目 如同赤霞在翻滚 这是代表了她血肉的光点 灿霞化成一个小人 并不安静 在那里拳打脚踢 演绎各种经文 耀眼的血色小人 举手投足间 震得光点内部空间嗡嗡而鸣 似乎不稳固了 要破碎虚空出来 她也饿了 吸了一口光海辐射出来的光波 留下丝丝精脆 九成又都吐了出来 多少吃了一些 第三粒光点 一个纯粹的新内景 正在孕育 等待新生 里面目前是混沌状态 十分朦胧 三粒光点清明 刚才饿了 吸收能量时 影响到了外部的救元神和肉身 所以让王轩一个亮呛 你的脸色不是多好 出什么问题了吗 妖主燕青妍在旁边 看到她的状况有些诧异 在她看来 小王是个变态 修行没多久 在现实世界中居然能压制她 刚才怎么身体摇动啊 没事 新元神在震动 动作幅度有些大 等待新生呢 王轩没有隐瞒 妖主燕青妍精逸 在这个年代 她又进步了 探道 或许你该离去了 找个安静的地方闭关 她告诫 随着时间推移 超防光海随时会消失 若有意外 他们可能会借助至宝 直接渡海远行 燕明城回首 道 儿子 离去吧 不要送了 该了解的 还见识的 你都知道了 没有必要在这里跟着冒险了 正在说话间 雷暴声响起 整片地窟都被挤她大半 滔天大浪拍击而来 将这片地下世界几乎瞬间淹没 有那么一瞬间 她们忍不住就要进入神明宫 让几间至宝合力 就此奋力一搏 渡海远去算了 动 木天灼发光 宛若一片大宇宙虚空 点缀着满天星斗 硬扛着汪洋 给众人争取时间后退 现在不是渡海的时候 她依旧在兜兜转 在未免裂缝中倒灌 我们要等到最终那一刻 随她直接彻底消失 方宇竹说道 收回木天灼 跟着陶顿 众人再一次狼狈地冲出地窟 白金书点头道 有道理 如果现在就渡海 她却始终在这里徘徊 我们耗不起 机会只在最后一瞬间 跟着她刹那远去 进入新世界 王轩低头 感应养生炉中的状况 见仙子离恢复和清醒还远 她有些沉默了 将她留下来 还是送她跨海远去 她安静下来 想到江青瑶的追求 大概律不甘在现实中沦为凡人 她如果清醒着 很可能会渡海 我该将小东西接来 她是见仙子的另一半 不管怎样说 应该告诉她关于清瑶的状况 王轩轻语 在此期间 王轩看到不少熟人 除却仙界的强者 大结界的诸神外 还有曾在时空酒吧见到的那些人 也都来了 王轩当初就是在那里 第一次接触光海 弑地的生灵 身穿白大褂的科研工作者张启帆 热情地跑了过来 问王轩是否考虑留下个后代 我非常看好你 先到崩溃后 超凡不险 今后只能依靠生命个体 自己一变了 引导新人类崛起 打破各种极限 你的元神平谱很特别 还有方雨竹 打住 别说了 不然一会儿 你会被扔进超凡光海中 走不出卫面裂缝 王轩阻止了她 而后问道 你也要跨海 不 我以检测光海而来 提取样本 我不会离这片宇宙 第十七日 王轩身体再次一个亮墙 险些灾倒上 她面色发白 清晰地感知到 三个光点饿了 其他两个光点还好 虽然挑食 但只要有能量就好 自行去淬炼 甚至 他们还从命土下 调动各种物质 吸收为己用 只有那力代表 新元神的光点 太挑了 需要精神之力 呃 即后 开始吸收外部 救元神的物质 可惜 从精神血池中 带回来的红色液体 都消耗得差不多了 大多都放在养生炉内 留给江青妖复活 王轩觉得 自己该离开了 她要尝试打开那些精神世界 滋养新元神 趁现在 应该还能勉强开启 你身体状况不对 回去吧 光海辐射对你帮助不大 方雨竹看出她的一些状况 最后 她又看向她抱着的养生炉 道 你要让她留下来 还是让她和我们一起渡海远去 留下来的话 我怕她永远醒不过来 王轩说道 可是送她去渡海 也不见得能有活路 老陈 将小东西送过来 王轩回到未免裂缝外 进入自己的飞船中 联系陈永杰 让剑仙子的 另一半来决定 各位 若是数日后 你们还在 还没有远行 我会再来 目送你们跨海成功 王轩告别 她不得不暂时离开这里 先去解决一下自身的问题 她感觉 新元神嗷嗷待哺 越发迫切了 迫不及待想去神游 渴望进入那些高等精神世界中 珍重 保重 一大群人送了出来 就此别离后 不知道此生是否还能有相见之日 这一别或许就是永远 王轩将养生炉交给方语竹 请他照料江青瑶 他将紫霄河道剑放进炉中 让他的剑伴着他 和他共鸣 或许能进一步激发他的斗志和生机 王轩快速离去 直接返航 有神话传说 人口数量的多的生命星球 更容易开启那些精神未免 古人猜测 或许云云众生的精神私感交汇在一起 是开启精神未免的重要钥匙 当日 王轩穿越虫洞 返回旧土 同日 陈永杰 青木 刘淮安老爷子 乘坐飞船 护送迷你版剑仙子 赶向未免裂缝 回到旧土后 飞船降落在青木的庄园 王轩都没有下飞船 就直接就盘坐下来 让机械小熊帮他护法 熊 会保护好你的肉身 小熊呆板地说道 一丝不苟 站在他的身边 并将飞船调整到战时状态 同时 王轩将以前收集的一堆造化 真金摆在身前 留给代表血肉和内景的两个光点吸收 果然 回到旧土这个充满神话传说 人口还算可以的生命星球后 原神出鞘的刹那 王轩第一时间 就感应到了精神未免的存在 哪怕是在超凡腐朽后 那些精神世界 也没有全部闭合呢 还有些可以模糊地触碰到 当然 在如今这个时代 没有几个人能感应到了 九成九的超凡者 都找不到那些精神世界了 王轩昔日初步踏入超凡领域时 就接触到过精神世界 在其身边有各种奇景浮现 如今世道艰难 他依旧成功了 闯了进去 他立足在第一层精神世界中 这里崇山峻岭 但是 草木有些发年 更有大片的地带荒芜了 有些可怕啊 仙道腐朽 连精神世界也受到剧烈冲击 远不能和以前相比了 他的元神进来后 在这里深吸了一口气 有所获 但是 却没有在这里找到 更有价值的精神药槽的 他大口呼吸 汲取精神物质 不久后离开这里 突破进第二层精神世界 这里的一草一木 多为精神产物 寻了很久 他也只找到几种发年的精神草药 以元神吞服后 有效 但还差得远 王轩一口气突破到 第五层精神世界 这里的生机终于浓郁很多 他采摘到不少精神药槽 最为重要的是 神游在这里 这片精神卫面 本身就在滋补元神 很舒服 如果被人知道 他还在人世间这个大境界 就已经可以凭自己的力量神游 进入精神卫面第五层世界 一定会无比吃惊 上次他突破进步舟山 那不是他自己的实力 是剑仙子带着他远行 不然的话 他不可能抵达 虽然知道希望渺茫 但是 我还是渴求元神 血肉 内井快速大涅槃 看一看能否贯穿陨士通道 找到新神话 让那些人借鉴 同行 王轩探道 他在为进入 进入卫面裂缝追海 而行的人担忧 怕就此一别 便是永别 还不够 再上一重天 不久后 他拼尽全力 冲入第六层精神世界 立足在这里 源源不断地地采集精神药草 补充所需 这里是地先才能出入的精神世界 和逍遥游大境界的 第六层相对应 神游精神世界 每上一层天 就提升一个境界 连他自己都意识到 大概没有几人能在人世间大境界 就站在这里 这也证明了 他现在确实有地先级的实力 他在第六层精神世界 风卷残云 吞食各种精神药草 如今这个时代 差不多只剩下他 还在探索精神世界了 有至宝的话 应该能探索得更远 但是 渡海的人比我更需要 多一件就多些保障 能让他们活下来 王轩自然不可避免地想到了遇到齐 究竟是彻底毁掉了 还是没有出现呢 只有他不见踪影 他在第六层精神世界中 足足待了两日 精神终于有种饱腹感了 不再觉得饥饿 他意识到 新元神应该被喂饱了 他没有停下 依旧疯狂进步 见到药草就采摘 见到精神 灵犬就痛你 直到觉得撑住了 这才返回现实世界 希望涅槃顺利 那一天早点到来 我想蹚出一条路 我不想看到他们出事 想帮一帮要渡海的人 王轩一旦想到那些熟悉的 亲切的身影 被逼远行 要离开这片宇宙 他就心中空空落落 那是拿命再赌 根本没有确定性 最起码 古代的那些渡海的人 似乎都死了 一些超级神话文明都失败了 第547章 这个时代背后的敌人 深夜 王轩睁开眼睛 原神回归 身体深处 终于没有那种饥饿感 万来俱寂 郊外的夜空漫天星斗 他离开飞船 站在了地面上 天气渐冷 呼出的气都是白色的 王轩抬头仰望星空 像是要看透深邃的宇宙 有一群人在争赌 不知道他们是否可以成功跨海而去 在这不能修行的年代 一群人不放弃前路 不愿在现实世界中低头 走上一条希望渺茫的路 他等了很久 三立光点无变化 而且 渐渐消失了 隐约间他感觉到 似乎沉入命土之下 王轩心头一动 跟着进入命土 发现了一些问题 命土中泥物蒸腾 且多少有了丝丝腐朽的气息 真要和这个大时代应景 共腐朽吗 他的元神 一路向下俯冲 没有了至宝 也无斩神奇的十倍速度加成 现在的他 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 果然 出现变化了 他心头凛然 前两次他就觉察了 有至宝在手 速度也比以前要慢 神话起源之地 超凡诞生之所 命土正在没落 连他这里也不例外 被这片大宇宙纠错 外元神 现有的肉身 脱落的旧内景 都早有这方面的征兆 他不是没有心理准备 寒冬已来临 消耗很久的时间 他终于赶到目的地 取走大量银色鲜叶和紫色物质 以后连他都不见得能进来了 王轩很警惕 准备过冬 随时关注最恶劣的变化 回归后 他心有感触 元神离体 飞上夜空 俯视远处灯火绚烂的城市 安城 看着霓虹闪烁 摩天大楼一桩桩 他有些出神 在这个特殊的时代 熟悉的人若是离开这片宇宙后 还有几人可以和他交流修行上的问题 王轩的元神飞行 划过夜空 扫视这片大地 他害怕有一天连他也受到现实的压制 精神无法离体 自由飞行的感觉 在将来或许会成为奢侈的梦想 嗯 远处有一条河 在深夜中 还有人锤吊 其中一人的体内有微弱的光 那是一个超凡者 如今猎先都死了一片 领动到来 世间的超凡者不多了 这里有一个在悠闲地锤吊 这几日 别的超凡者都在恍然 迷惘 不知道前路在何方时 他却在这里钓鱼 有些古怪 王轩降落 无声地逼近 而后 在不远处凝视着他 很快发现问题 这个人偶尔会看向轻木的庄园方向 这是在监视 此人很谨慎 相距极远 如果不是王轩心血来潮 元神出窍在夜空下划过 根本不会注意这里 王轩几乎等同于帝仙 比这个勉强保住超凡道果的人 强了不知道多少倍 一到神念扫过去 就让他脑中一片空白 待在原地 自身却无绝 很快 王轩知道了 有一个黑袍人要他这么做 守着轻木那座庄园 观察有可能出现的王轩 宁可错过 也不要暴露 所以 他才拉开足够远的距离 混在野调的人群中 黑袍人是谁 没有了修行的土壤 谁还有心情惦记我 王轩诧异 在人心惶惶 各谋前路的时代 谁还有这么强的敌意 他的元神进入安城 越过一座座高楼大厦 发现了部分超凡者 但是不多 被压制得很惨 大多都在人世间一两段的样子 大宇坐在稍微正下 他们大概率就会沦为凡人 黄明的折茶斋 一片寂静 黄老板跌落境界了 沦为凡人 不过黄明功底足够扎实 远比普通人强 现在是大宗师 庆幸的是 他的身体早就固化了 并未化出本体 看得出他的情绪有些低落 还没有适应这种巨变 王轩无声的飞行 没有惊动任何人 当作未知 最后重回青木的庄园 他开始奋出部分心神 关注那个垂吊者 他没有什么动作 一直待在庄园中 我不敢接近 王轩的关注 没有白费力气 下半夜那个人起身 如正常野调发烧友般 天亮前回家 在路上和人通电话 不要惊动他 现在的他无关大局 不要害怕 没有了智宝 要不了多久 他就会死去 现在 我们关注的是大宇宙深处 正式收割时 期待啊 大人 宇宙中会发生什么 垂吊者心惊的问道 智宝 不该问的 你不要问 电话那边的人很冷酷 道 离那个庄园远一点 他现在影响不到什么 但是 他的飞船若是升空 一定要通知我 将之击落 打杀之 不留一点后患 阴冷的声音 果断的语气 带着血淋淋的气味 如同深渊恶魔在低语 那个神秘人挂断电话 让王轩都感觉到一阵寒意 一瞬间 他想到了很多 有人不止 对他有强烈的敌意 还想在宇宙深处 来一场血腥的收割 那个神秘人虽然在克制 但是能够感受到 他迫不及待了 一副即将收取 胜利果实的样子 他提到了至宝 王轩获得起身 进入飞船 告诉机械小熊 立刻联系陈永杰 联系未面裂缝那里的人 希望还来得及 在信号发出后 死亡仿佛在倒计时 让他心中发凉 脊椎冒寒气 强烈的不安 到底是什么人 伤意吗 还是另有其他野心勃勃 冷血残酷的人 要突然发难 信号发出去了 宇宙深空中没有回应 这让王轩焦躁了 难道真的晚了 已经出事了吗 他从那刚才的 简单对话中 有了极其不祥的预感 现在知道 未面裂缝的人太多了 有人要对那里下手 成功率 很高 想凭自身的实力 或者联合如今 所有的超凡者去围猎 根本不可能成功 这个时代最强大的几人 手持至宝 保住地仙道果 都集中在超凡光海附近 这是想以超级战舰 轰进未面裂缝中 轰杀一群实力严重下降 在这个时代 可以被热武器杀死的超凡者 即便无法在第一时间杀死 也可以让地窟大崩塌 光海盗灌 将那些人卷走 九成的猎仙和诸神措手不及 必死 少数几位地仙 或许可借至宝强行渡海 但是突遭袭击 那几人大概很难联动 最终或许多会死去 毕竟 古来没有成功的案例呢 分头行动 各自借助一件至宝渡海 多半难以成功 这样的话 未面裂缝中的人全灭 尸骨不存 会有质宝在光海退潮时留下 王轩冷汗都冒出来了 当想到这些血腥而残酷的画面 他不寒而栗 下手的人太狠了 竟要在这种大背景下 冷血出手 小熊 还没有联系上他们吗 没有 消息已经发出 希望他们能接收到 王轩冒汗 大势苦 修行无前路 一群心怀梦想 不愿放弃的顶级超凡者 要去趟路 以命薄未来 谁能想到在这种情况下 后方有人要恶毒的下手 他有些难过 大势恶化到了这一步 有人愿意拿命去找一片新世界 可有人却想在后方放冷箭 要了他们的命 而他现在却只能等待 阻止不了 一切大概率都来不及了 堕落圣灵 商议 魔胎大法的创始人 还有谁 他逐一想过 当下潜在的强者 带有恶意的生灵 钱类 如果有人攻击自救途起飞的飞船 你们那边能第一时间发现 并锁定他吗 王轩无力改变宇宙深处的局面 他现在想先在这边调查 出手 身上杀气腾腾 联系有关部门的人 他最早时 还没有成为超凡者前 就和钱类在救途认识了 现在第一时间联系他 此外 观灵就在那里工作 且陈永杰也已效力于那里 且和有关部门的副手 有不错的交情 发生了什么 钱类问道 要出事 王轩快速说了经过 老陈在宇宙深处 也牵连进去了 在快速而简单的对话中 王轩已经离开庄园 追上那个锤吊者 将他控制 并将他通话记录 一并发给钱类 让他查下 结束通话后 王轩提着那个人 回到轻木的庄园 看向机械小熊 道 小熊 如果冲向外太空的过程中 有人锁定飞船 想将你击落 如果提前防备之下 你不会有事吧 没事 谁能击落熊 我打死他们的仙人版版 小熊面无表情地说道 好 你安静地等待 随时准备行动 王轩说道 很快 钱类那边有消息了 第一时间定位了 和锤吊者通话的 那个人的位置 你谨慎戒备 别让人突袭 将你和飞船打没了 王轩告诫小熊 然后他独自上路了 那个神秘人 就在隔壁城市 他连夜行动 准备狩猎 要对那个人 搜魂扒皮 弄清楚这一切 他心情忐忑 强烈不安 为那些熟悉的面孔担忧 同时又无比愤怒 出手的人丧心病狂 十分歹毒 这一刻 他散发着强烈的杀意 沿着一条河流 急速远去 他没有动用肉身 因为不够快 直接沿河飞渡 冲向黎明到来 前远方的灯火阑珊的城市 宇宙深处 恐怖的光束交织 一道又一道 像是无数的彗星 划过漆黑的虚空 惊天动地的能量 光云腾起 未面裂缝中 地窟崩塌 珠网般密集 但却粗大 如同天欠般的通道 在持续地大爆炸 地渊遭受到 最为猛烈的轰击 超凡光海道观 浪涛冲天 甚至冲出了未面裂缝 照亮漆黑的宇宙虚空 第548章 斗争了3000年的狠人们 天未亮 下半夜最后的时光 夜色正黑 王轩贴着河面飞行 河岸两边的卢尾 从飞块倒退 他一路急飞百余里 赶到相邻的城市 圆城 圆神横渡 速度实在太快了 流光一闪 他已屹立在高空中 俯视夜色下灯火阑珊的城市 脸去杀意 他找到了那座地标建筑 圆城第三高的大厦 一座七星级酒店 楼顶可起降小型飞船 王轩发现自己不用寻觅 他要找的人 没在酒店房间中 就在楼顶 那个人身穿黑衣 站在天台上 手持一杯红酒 正在眺望深邃的宇宙星空 他很享受这一刻 无声地对着天外举杯 有些陶醉 像是在庆祝这一美好时刻 超爵士 数件质宝齐聚又能怎样 你们还是要死啊 超房光海是绝路 多少个文明葬送在那里 与其如此 不如杀了你们 截下几件质宝 留给我和老友 去走另外一条路 他仰头喝下这杯酒 眯起眼睛 等待星空中的好消息 按照时间推算 已经发动了 这个时代最强大的那批人 都要死去了 谁 突然 他寒毛倒树 猛地抬头 一眼望到了天空中的王轩 瞬间扔掉酒杯 砰的一声 他披着的黑袍爆开 化成无尽的黑雾 淹没这片天空 他的身影 从常人的视野中消失了 但是 他瞒不过王轩 精神天眼在神话消亡后 依旧有效 可以看到 他冲向楼顶的 一艘小型飞船 王轩的原神扫尸过整栋大楼 发现除了他外 没有其他同伙 这才再次盯着他 杀气沸腾 王轩很少这样想杀一个人 如果张道领 剑仙子 方雨竹 影子夫妇 妖竹等人 被战舰轰杀 他接受不了 事实上 此时他心头在悸动 直觉告诉他 宇宙深处 有一些事情正在发生 超凡光海 大概正在爆发 那种辐射 对现实世界 多少还有些影响 这就意味着 地窟大概率崩塌了 未免裂缝 遭到超级战舰轰击 翁的一声 神秘男子 被一股莫名的立场扭曲 险些就被当场撕成碎片 他满身是血 倒飞出去 根本接近不了飞船 王轩 虽然恨不得立刻绞杀他 但不得不克制 想要知道 这次血腥阴谋的各种隐情 这个人很强 露出一张中年人的面孔 带着丝丝腐朽的气息 在这个年代 他还能保住 人世间七段的道行 这已经很了不得 因为有些至强的神明 绝世级的猎仙 现在都坠落到五六段去了 甚至还有四段的 他能保住七段的道果 必然是有非常手段 大概率是借助了奇物 又一头堕落圣灵 王轩只是其本质 看到他体内血色的元神 带着负面的气息 昔日其实力应该极强 但是 七段的超凡者 怎么能跟王轩比 他现在等同于地仙 是这片宇宙的天花板 在超凡领域 很少有生物可以威胁到他了 出了一点意外啊 看来是我太心急了 想早点干掉你 却露了马脚 早知道 还不如直接轰击 安城外那片庄园呢 圣灵开口 中年男子的形象 白皙的面孔 冷冽的眼神 略显阴质 后悔已经晚了 事实上 如果有可能 他西纪拿到质宝后 大局已定 再去解决王轩 甚至想活捉 因为连他都已经听说 这个年轻人想踏出新路 身上有大秘密 说 还有谁 你们对围面裂缝那里 做了什么 王轩寒声道 瞬间降落 一下子就逼到了的进前 堕落圣灵并未害怕 向后倒退两步 道 没什么可以瞒的 我亲自出手 控制了这个时代的一些战舰 调动了我以前掌控的 两艘古飞船 要轰杀猎 图进神明 取走至宝 砰的一声 他被一股无形的立场 撕扯着 牵引着 肉身上满是裂痕 随时会爆开 并且 他的元神被禁锢 无法自毁 完了 你愤怒也好 新交也罢 一切都来不及了 舰队已经动手 杀他们一个措手不及 既然神话腐朽了 最后的烛火也熄灭吧 他竟然在笑 砰的一声 他的身体被莫名的力量撕裂了 在一片超反火光中 化成飞灰 他的元神被王轩一把攥在手中 直接开始搜魂 就土外 坐标 王轩向前蕾发送短信息 告诉他 有敌意的那艘飞船的精准坐标 只有一艘 可以轻松干掉 只是一个分身吗 老巢在熄灭的仙界中 王轩震碎了新红的元神 没有留下一点痕迹 可他心中还是有些发毒 现在无论他做什么都晚了 宇宙深处该发生的事情 都已经发生了 堕落圣灵 他咬牙 冲天而去 飞向王乌山 从这里可以进入熄灭的仙界 事实上 他回归本体 从自己命土上方的雾气 也能进入 但是 他怕仙界太大 一时间找不到那处圣灵巢穴 还是按照这个堕落圣灵的记忆 从其走过的王乌山 进入为好 一切很顺利 在王乌山一片破碎的 洞天遗迹深处 王轩睁开精神天眼 看到模糊 而黑暗的仙界虚影 普通人看不到 唯有超凡者可是 仙界熄灭后 不是彻底消失了 而是黑暗了 死寂了 并且不再阻挡超凡者进入 他冲了进去 半物质半精神未免 到处都充斥着腐朽的气息 寸草不生 曾经的生灵都死绝了 也有一些古老的部落 提前葬下自己 按照传说 下一个超凡时代到来后 他们的身体或许会消亡 但灵魂催生出的种子会复苏 漆黑的仙界 没有一点光和生机 森冷 寂静 让人不安 有种说法 有些弑地 就是熄灭的大木化生的 这很有道理 某些弑地 就是古圣灵的巢穴 现在的仙界 所有圣灵都死了 包括草木 依据古籍记载 容易滋生圣灵 前方 无尽的黑影 密密麻麻 像是成群的亡灵 再朝一个方向汇聚而去 进入一片奇异之地 古圣灵 就是这样诞生的吗 不灭的执念 彼此吞噬 最后化生出一些 强大的个体 王轩轻语 这意味着 仙界死寂后 无数种族 无尽生灵 最后会以圣灵的形态回归 不 这是有人在引导 故意在催化 接引执念 进行催生 不然不止于如此 他具备精神天眼 可看到一切 前方那处地势有问题 最终 一道身影轰的一声 带着无量剑光 从天而降 撕裂下方那片大地 在这个时代 冲天剑芒 再次照亮熄灭的仙剑 哼 你还真来了 看来你杀了我的那道化身啊 他记忆不全 被我的本体 有意抹去关键信息 有人开口 那是一道虚影 带着淡淡的笑意 第一杀阵 魔胎大法开创者的手笔 和你这个圣灵联手了 王轩开口 盯着他问道 你们的真身在哪里 在这片地带 被布置下了沙阵 宇宙深处 去取之宝了 既然轰塌了未面裂缝 自然要去减占利品 此时此刻 那里很绚烂 圣灵说道 他也只是一道影子而已 并非真身 不对 你不是他的元神 只是他分化出的心灵之光 影子这时才惊觉 而后叹息道 便宜你了 竟这么谨慎 逃过一劫 外面 王轩冷漠地看着 他以精神天眼扫视 在这个年代 布置所谓的第一沙阵 威力弱化了不知道多少 因为没有法则了 他们只是提供了纯粹的能量 法阵只能粗暴地以剑气 以光束绞杀敌人 至于秩序神炼 法则横空 根本不可能出现了 王轩深入研究过第一沙阵 如今自己都能布置 若是被困里面 还真不好办 但是身在外面 仔细凝后 他开始动手 直接拆阵 收缴各种吸针材料 真舍得呀 埋下了造化真经 用以提供能量 他在破解沙阵 发现很多无价的奇物 这是圣灵和魔胎创始人 在仙界末世 到来前搜刮的东西 着实不凡 未来 我正需要他们啊 或许有机会 炼制出真正的 第一沙阵的阵图 扑的一声 那道影子倒是痛快 对自身下手 瞬间瓦解 化成流光消散干净 王轩拆完沙阵 收走大量天地奇珍 发现这里 还有特殊的法阵 可以聚灵 接引各族英灵的怨念 有点像传说中的藏灵阵 培养厉鬼 郁郁爵士凶物 看来古圣灵就是这么来的 以一片熄灭的仙界 为培育土壤 王轩将之毁掉 收缴到的稀释材料太多了 这个时代 已经没有空间宝物 很难都带走身上 最后 他将这些东西分 散埋在仙界的荒芜之地 以后有需要时可以再来取 希望宇宙深处 没有恶好传来 他忧心忡忡 踏上归途 黎明破晓 天亮了 王轩回归到安城 行神合一 睁开眼睛 王轩 陈永杰联系上了 已经找你好几次了 机械小熊 第一时间告知情况 没有比这更好的消息了 最起码陈永杰未死 王轩赶紧重新联系他 瞬间 画面接通 王轩 我没事 刚才的经历太恐怖了 太暴烈了 宇宙仿佛都炸开了 陈永杰开口 青木出现 凑到屏幕前 有些激动 有些兴奋 到 宇宙大战啊 影子夫妇 方雨竹 剑仙子 徐福 妖主 他们怎样了 王轩快速问道 恨不得立刻赶过去 他们 一群贼精的人 怎么可能会出事 放心 他们的战舰更多 早有安排 陈永杰说道 王轩自然清楚 当初他们前往未面裂缝时 那些人都有庞大的战舰 有巨型母船护送 不过后来 那些舰船 又被他们的徒子徒孙开走了 哪里开走了 分明是提前布置 他们在防着呢 怕有人发疯 将他们一窝端 所有舰船都 躲在宇宙深处 那些必经的虫洞附近 也有监测点 青木说明详情 圣灵和魔胎大法的 开创者是元凶 他们的舰队 还在很远处时 就被发觉了 然后 影子夫妇 方雨竹等人得到禀报 退出地窟 坐上飞船 暂时离开 那个时候 一群强者下令 暂时不允许和外界联系 所有王轩没有得到回应 当敌舰赶到时 那里已经没有人 只是猎仙做了个样子 丢下几艘飞船 实际却是人去镂空 那头强大的圣灵 和魔胎大法的开创者 下令轰击 卫面裂缝 打崩地窟 让超凡光海盗灌 直到最后 当那里平静下来 两大凶人才面带微笑 带着手下 进入卫面裂缝中 去寻找至宝 然后 他们就悲剧了 方仙子和燕明城前辈等人 乘坐母船和战舰回来了 将他们堵在那里 一个没胜 杀了个干净 王轩心潮起伏 彻底松了一口气 害他白白心骄 担心了一夜 那群人什么事都没有 他适然 那是一群什么样的人 在残酷的大结界中 厮杀了三千年 斗争了三千年 都是精英中的精英 全是狠人 不然也活不下来 达不到现在这个高度 燕前辈 白前辈 方仙子 徐夫前辈等人都说了 不要你来送 徒增伤感 希望你能在现实 踏出一条新路 如果他们还能活着 将来在新宇宙相见 陈永杰告知情况 第549章 旧篇结束 能不去送行吗 王轩想最后去看一看 尤其是江青瑶 到现在还没有复活 让他的心总是提着 隔空看他远去 惆怅而遗憾 他已经知道 缩小版剑仙子要渡海 并随时准备 和江青瑶合一 因为他们 原本就是一个人 突然 王轩身体摇动 命土矩阵不止 超凡起源之地 命土 不稳固了 他猛然抬头 看向天穷外 这是怎么了 终于有这样一天了 他也被反震 要掉境界了吗 大屏幕上 陈永杰被惊得回首 似乎看到了什么异常场景 注视宇宙升空 广海掘堤了 冲出来了 进入大宇宙中 又再现了 这是青木发抖的声音 他在盯着另一片大屏幕 那里有地窟 有未免裂缝附近的景象 同步切换给王轩看 一片炫目 大宇宙像是裂开了 那里有一刀 又一刀刺目的缝隙 照亮漆黑的宇宙虚空 如同岩浆喷涌 倾泻出来 随着时间推移 壮阔的光海蔓延 纵线在这片深邃的星空中 不断扩张 已不可阻挡之事肆虐 有大浪冲起 有无人驾驶 停靠在附近的飞船被卷走 惊涛拍天 那种威力震慑人心 超防光海又出现了 他意外回归了 王轩瞳孔收缩 很快 他发现不妥 他的命土颤抖不止 竟然真的被撼动了 受到颇为严重的影响 并且 就在此季 三粒光点出现 自命土腾起 熠熠生辉 王轩发现 自己外部的元神 在流失精粹 甚至 他的意识在流失 让他毛骨悚然 不过 瞬息间他明白发生了什么 他的部分意识 被吸进一粒光点中 正在和新元神迅速交融 但有些被排斥 当他清醒过来 发现血肉也流失了部分精粹 被另外一粒光点吸收走 自身有了极许腐朽的气息 他的元神也如此 加速老化 倒横下降了 果然要和这个时代应景 共同腐朽吗 不 我不是被震落了境界 而是滋养了新元神 精神能量再向那里转移 等待最后的新生 这一刻 王轩鸣雾 洞悉了本质 神话时代已经结束 而他和少数几个地仙 算是最后的艺术 现在 连他们这种艺术 都在被针对了 他有所觉 画出一片朦胧的光 施展最简陋版的静光束 映现自己 两并肩竟有了几根白发 尘归尘 土归土 旧时代的超凡 终究要腐朽 他很清楚 造成这一切的原因 代代表肉身的那个光点 吸走了体内部分超凡血精 他意识到 这不是超凡光海的回归 而是光海的一次剧烈动荡 大概是因为 今天被人为轰塌地窟 干预走向 引发了反噬 此刻 光海冲出裂缝 凶猛席卷 并不是什么好事 由若回光返照 激起这片宇宙残留的规则痕迹 等于在反复震动超凡者 老陈 你没事吧 王轩问道 还好 千魔万机还监禁 人耳东南西北风 天花板砸不动我 我稳定在 大宗师领域 陈永杰淡定地回应 他被震落成凡人了 道横掉无可掉 他现在的实力 是在旧土超物质枯竭时代 修行出来的 实打实的根基 即便大环境再怎么恶化 他也不会受什么影响了 在他旁边 刘淮安老爷子也稳如磐石 青年面孔 一头板寸 大宗师根基非常坚实 青木准宗师亦很恒定 最近经过两个年轻老头子的鞭策 勤修苦学 功底扎实 也掉无可掉了 燕前辈 方仙子 老张他们怎样了 王轩快速问道 这次比光海道观 还要严重很多 没事 他们借此机会 检验了一下至宝的威力 所有人都躲在神明宫中 数件至宝共鸣 共振 发光 平安冲了出来 光海未能同化他们 陈永杰回应 这是离去前的一次验证 目前来看 短时间没什么问题 至宝暂时可挡住 超凡光海的可怕侵蚀 只是不知道 这次的路途会有多远 如果很漫长 那么 几件至宝 大概也保不住他们 王轩想去送众人 见他们最后一面 只因心中有不舍 但人是社会性生物 在这边他也有牵挂 他所熟悉的 有交集的 大多都在这边 父母和亲朋都在 割舍不下 清晨 王轩再次上路 机械小熊驾驭银色飞船 冲破大气层 进入宇宙中 当穿过虫洞后 王轩身体一个踉跄 没有站住 竟直接栽倒在船舱中 这一刻 他的意识 并未进入新元神 但精神能量却在流逝 没入那里光点中 血肉也如此 和他的救援神一样 丝丝腐朽的气息加重 他的病角 多了数十根白色法丝 我的路 新的自我 错了吗 王轩非常虚弱 他觉得无比疲累 最后 竟昏厥在地上 王轩 你怎么了 机械小熊不知所措 将他拖到一个救生舱中 紧急治疗 但是没有任何用处 婚死前 王轩 有一种心惊肉跳的悔悟 难道自己错了 外部的救援神 才是原本的自己啊 那里光点中 新的元神虽然不是别人 是等待新生的他 可是 却为何让外部的救援神意识深处 有种悲凉感 平日 他无所感 直到婚厥前的瞬间 救援神中意识依旧在 有些被新元神排斥 他才有了这种体悟 光点在抽取他救援神的能量 强壮自身 确实算是一种新生 一个更强大的自己在折服 可是 外部的救援神 按照这个趋势下去 会不断腐朽 没落 直至最后被扼杀 消散干净 这样的新生 不细思的话也没什么 可是当深入考虑后 他有种恐惧 有种惊悚感 原本的我被抹杀了 那个光点 那个摩刻下 他记忆的心我诞生了 这究竟是新生了 还是塑造了一个复制体 我错了吗 他昏死前 思绪无数 再次看到救援神深处的潜意识 那种无力 无助 深深的凄凉和腐朽意境 让他悸动 难以克制的战力 他悔悟了 我要保住真正的自己 反补他才对 可是 他此时无比的虚弱 眼前发黑 无法醒来 老陈 王轩出事了 机械小熊快速联系陈永杰 面部表情僵硬 机械的告知紧急情况 什么 快带他过来 陈永杰和清木 以及刘淮安老爷子 都为之心中一沉 连大结界崩溃 神话消亡 都为受到影响的王轩 现在竟出现大问题 后果实在有些严重 银色飞船划过冰冷的宇宙 机械小熊发疯 带着王轩急速赶路 宇宙深处 卫面裂缝前 流光一霞 超凡光海 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 数次激荡出来 向外扩张 也数次收缩回去 潮汐澎湃 严重波及所有超凡者 还好 数件质宝在此 都在轰鸣 共同抵住了那种猛烈的辐射波 总体来说 有惊无险 银色飞船感到 一群人早已等候在这里 谁都没有想到 王轩在最后关头 身体会出问题 王轩怎样了 徐福 鸣血教祖等人都围了上来 进入船舱中 白晋书手指发光 放在他眉心前 仔细感应 露出一色 道 原神比以前虚弱 难道终究还是没绕过大宇宙纠错 迟来的压制 开始波及到他 这不是没有可能 他将王轩视为半子 顿时露出忧色 燕鸣城身体发光 雷霆绽放 但却以一种神圣柔和的方式 洗礼王轩的肉身和精神 滋养和壮大他的底蕴 清除各种腐朽的物质 竟然没有立刻醒来 他陷入在最深层次的意识领域中 像是在自保 燕鸣城皱眉 不要直接惊醒他 这种情况下 需要慢慢唤醒 避免伤神 方语竹开口 并动用接引经 一时间 这里无比神圣 一片绚烂 有光雨目入王轩的身体中 问题不小 他的原神消耗得很厉害 方语竹神色郑重地说道 一般人陷入这种境地中 可能就再也醒不来了 所有人的面色都变了 若隐若无间 王轩听到诵经声 看到一条有语化神竹铺就的路 在接引 他从朦胧的意识深处回归 醒一醒 张道领 明雪教祖的声音传来 王轩 你还想不想开心路了 徐福的声音传至 妖主燕青炎也跟施展接引经 并传音道 变态小王 你不是想看我跳仙舞吗 再不醒来 我就要多海离去了 你没机会了 小东西带眼睛发红 道 王轩 你不要沉睡下去 我的另一半江青瑶沉眠不行 你怎么也这样 模糊间 王轩听到他们的呼唤 想要睁开眼睛 但是感觉精神无比的疲累 在意识深处 不愿动弹 接近光海试试看 毕竟这里有超凡辐射 也算是残破神话的余韵再现 有人建议 不久后 王轩的身体被带出飞船 进入卫面裂缝 在地窟中接近光海 方宇竹道 不行 离这片海越近 它的情况似乎越不稳定 有精神物质在流逝 我隐约间感觉到 它的新元神光点出现了 在吸收旧元神的力量 这不是好事吗 明雪教祖说道 这是否意味着 王轩在加速蜕变 新元神要出来了 燕明成皱眉 道 它的旧元神非常抗拒 先唤醒它 方宇竹说道 将它带离地窟 再次出现在飞船中 那种精神物质的流逝速度放缓 停滞了 光雨洒落 超爵士亲自出手 接引经发挥出最大的作用 最后 王轩复苏 醒了过来 立刻看到一群熟悉的人 好了 你终于醒了 王轩看到了缩小版的剑仙子 燕明成 方宇竹等一大群人 都露出观星之色 让他有些惭愧 他开口道 我本想为你们送行 不曾想 自己却出了一些状况 让你们担心了 你在抗拒新元神涅槃 妖主燕青炎问道 这也是所有人都想问的 他们觉察到了一些情况 是的 王轩点头 为什么 缩小版仙子疑惑 脸上有忧色 也有不解 王轩面色凝重 我觉得 救元神才是原本的我 正是他和你们结识 熟知 留下那些深刻的经历 新元神像是一个复制的我 他如果不这样说 众人还没有觉得 有什么不对 可是 细思的话 似乎真的如此 是救元神和他们 共同经历了很多事 都到这一步了 你想怎样 张道领问道 我可以慢慢解决 王轩十分平静 这些人都要上路了 他不想 让他们过于担心 古代有这种相近的传闻 但那些人是练奇异功法导致的 他们大多选的是新元神 徐福说道 方语竹私存 最后再次出手 道 我可以恒定你的救元神 他全身璀璨 眉心发光 激射出一片繁复的纹理 最后画成一个字符 没入王轩的额头中 起初人们不认识 但是仔细凝视后 心生感悟 立刻弄懂他蕴含的真意 横 在这个年代 方语竹还有这种神通手段 让所有人都心惊 我们两人可以雇你的救元神 燕明成和白净书说道 随后 他们两人也出手了 两人联手 身前一片纹理交织 最后画成一个固字 没入王轩的头部 我应该没事了 可以解决自己的问题了 王轩浮现笑容 放松语气 他知道 这些人也该远去了 最后一句 众人挥手 再入地窟 准备跨海了 王轩和陈永杰 还有清木 以及刘淮安 站在未免裂缝外 目送他们远去 王轩你 清木警觉 发现王轩身体摇动 立刻扶住了他 被光海影响了 没关系 离开这里后 我会恢复的 王轩摇头 不想陷入昏尘中 注视着大裂缝中 看着故人远去 让他清木扶住他 不要倒下去 可是最后 他的眼皮却越发地沉重了 终究还是昏过去了 那超防光海波动剧烈 似乎真的要彻底退潮了 朦胧间 他有了感知 缩小版的剑仙子 跑了回来 带着紫霄和道剑 他看到王轩又昏迷 顿时鼻子发酸 怎么会这样 江青瑶有些意识了 在好转中 让我将紫霄和道剑 给你防身 可是 你清醒后 还是不行 又要昏迷了 怎么让人放心 小东西带着哭腔 王轩听到了 努力地睁开眼睛 老陈和清木 牢牢扶住了他 我没昏死过去 听到了你的声音 保护好青瑶 我早晚有一天 会去找你们 王轩低声说道 然后 他将剑推了回去 道 紫霄和道剑 已经融合你们 以性命温养的那口仙剑 不能有失 带走 你们更需要他 可是 江青瑶刚才清醒时 让我送来 他说 一剑破万法 和一切破万法没有区别 养生炉还在呢 不一样 你们带上 王轩坚决拒收 此时 地窟中传来呼唤声 众人要上路了 超凡光海再飞快退去 快走 不然来不及了 王轩 将紫霄和道剑塞 进他的手里 缩小版的剑仙子 不舍得远去 和众人会合 轰隆一声 在大浪滔天中 一群人渡海 彻底消失 王轩身体发软 眼前发黑 这次没有坚持住 任自己软倒下去 陷入昏尘中 被青木和老陈 快速送进飞船 旧篇结束 下一篇 新篇 除夕辞旧岁 祝大家 何家幸福安康 虎虎生威 大吉大利 第五百五十章 各自飘散 两天后 王轩苏醒 此时早已回到旧土 身在青木郊外的庄园中 他像是个病号 在被挂点滴 他拔下针头 揭开雪白的被子 来到窗前 看到树枝上 最后顽强地挂着的几片黄叶 也在入冬的冷风中坠落了 寒冬到来 万物凋敝 虽然屋中暖洋洋 但户外广阔的大环境 却已飘起冷冽的雪花 连只飞鸟都看不到了 王轩身体略微不适 总觉得没有以前强韧了 似随着大时代的巨变跟着变化 精神也有些疲惫 两日来 他陷入一种深层次的梦境 在和新元神进行拉锯战 光点在尝试 汲取外部元神的精神力量 而他则在努力和光点交融 化为己用 想和他融为一体 他不允许光点中 诞生出新的意识 他来到镜子面前 看到自己面色有些苍白 有种倦意 他虽然依旧年轻 但两并肩 却有了数十根白色的法思 无论是精神 还是血气 最近都消耗得厉害 在超凡寒冬到来后 他的身体和精神 除却被动为光点 提供超物之外 也在对抗着天地大事 在过去 连至宝俱阵 规则动荡 都没有影响到他 如今在他身体内部出问题后 终于让他感受到 领冬到来后的可怕寒意 在他身上 有了丝丝腐朽的气息 滑发早生根 他轻抚过病角 在过去 很难想象 他会有这种境遇 还是凡人时 他就在炼金深术 肌体坚韧无比 血气异常旺盛 现在却这样了 我会好起来的 哪怕是在看不到 镜头的超凡寒冬到来后 王轩轻语 要斩尽 那一缕缕腐朽 涌现生机 他看着窗外 渐渐发白的天地 想到了宇宙深处的 未免大裂缝 最后的滔天大浪 拍击下来后 那些人都不见了 他目送他们远去 这个神话时代 最强大 最有才情 也最具勇气 敢于迈出那一步的人 成功了吗 算一算时间 无论是成功 还是败亡 都早有结果了 可是他却不知道 那些人的命运和结局 他沉浸地仰望天穷 白茫茫的雪花飘落 他的目光似要跨越时空 想看到他们的身影 熟悉的人都远去了 让他有种潇索感 心中空气 都要活着 他不想他们消亡 希望还能在另一片 新世界再聚首 有重逢的那一天 他收回目光 再次关注身体的内部状况 心中浮现各种经文蜜篇 想解决自身的问题 谢天谢地 你终于醒了 轻木推门进来 不久后 陈永杰和刘怀安出现 亲自为他把脉 查看他的病情 王轩道 我自己的身体 我很清楚 你们不要担心 陈永杰点头 随着神话勇迹 哪怕已经接受现实 他们几人也心情复杂 曾经在不可能修行的旧土 他白齿干头更进一步 成为超凡者 现在梦醒了 猎先远去 强者坠落凡尘 他们几人也重新回落到起点 像是始终站在这里 如梦似幻 我没有告诉你的父母 轻木说道 避免那两人为王轩担心 好在王轩 现在已经醒过来了 不告诉最好 王轩点头 轻木的安排很稳妥 然后他笑了 别那么沉重 虽然一切都结束了 但是 你们不亏啊 现在都成了二十几岁的小伙子 重返青春 那三人也都笑了 刘怀安老爷子 最起码是八九十岁以上的人了 现在一头板寸 人特别精神 看起来不足三十 陈永杰也是短发 精神异议 二十七八岁的样子 轻木从四十岁 重新成为一个年轻人 活力十足 最后时刻 他们离开时 没有变故吧 王轩问道 再看到大浪拍击 那些身影被吞没后 他就直接昏过去了 有点意外 刘怀安说道 王轩身体微微僵致 他最怕听到这种消息 超凡光海退潮时 出现超纲事件 逍遥洲剖开巨浪 飞了出来 陈永杰告辰声道 最后关头 大浪滔天 所有地窟都被淹没了 未免裂缝巨阵不止 一切都被超凡光海覆盖 可是 那用来渡海的最强宝船 却设下猎先 从浪滔中逃了出来 独自远去 莫如现世宇宙中 轻木道 我们匆匆撇见超绝弓 和勾成帝弓的两位鼻祖 带着弟子门徒 站在逍遥洲上 紧张地逃走了 王轩心头沉重 最后这种变数 超出他的预料 大概也让方宇竹 燕明成等人 措手不及 超绝弓和勾成帝弓 两位超绝士临阵脱逃 不是耸 就是坏到了极致 这种逃遁太恶劣了 等于背叛 关键时刻狠狠地斩了众人一刀 王轩脸色有些难看 真想找到那两人 抡起巴掌 用大耳光删爆他们 在渡海计划中 逍遥洲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没有比他更适合跨海的宝物了 洲若笋 还有神明弓 然后是养生炉 等于里外三重仓 较为稳妥 途中以方宇竹的手镯开路 以不休散防御 结果现在最强渡海工具 被人驾驭逃走了 临时打破了所有规划 那一刻 渡海的一群人 动辄就会轻腹 一群要以生命 搏杀出超凡前路的人 哪怕心智再超长 在一瞬间 估计也会受到不小的冲击 但是 他们没有退缩 随着大浪一起消失了 会有可怕的危险 可他们还是毅然选择上路 要么是真的很愉快 要么是无比恐惧 最后的瞬间选择退缩 逃了回来 青木说道 熊很想将他们击落 机械小熊进入房间 表达自己的不满 那个时候 连他都看不下去了 但他被陈永杰阻止了 对方不仅有质保 逍遥洲 还是实力极致强大的两位帝仙 而且 远处也有他们的战舰 两大鼻祖带着门徒 没有停留 消失在漆黑的宇宙中 此后就没有音讯了 影子夫妇 方雨竹 张道领 鸣血教祖等人 也有部分门徒没有渡海 开着他们留下的飞船离开 那些重要门徒 选择进入宇宙一些有神话传说 如今还类似古代环境的星球 此后可能再也见不到了 留下的人选择隐退 大多都不曾留下联系方式 因为时代变了 科技日新月异 他们早晚会彻底沦为凡人 就此远去 安度余生 未尝不是好事 他们手中有几艘古飞船 也有一些现代战舰 有些是从遗迹得到的 有些是这么多年来 在人间未曾断绝的道统 努力攒下的家底 但是 想要常年供养 保证剑群所需 消耗实在太大了 这次也只是卫送祖师 这些战船才从各地齐聚 来到卫面裂缝附近 超凡落幕 各自飘散 很多人此生都不会再相见了 王轩说道 他很想再去卫面裂缝看一看 超凡光海彻底消失了 那些地窟还在吗 是会否留下什么东西 但在当天 他选择先回家 因为他很清楚自己的状态 怕有一天再次突然昏迷 不知需要多长时间才能醒来 趁现在他无碍 赶紧回去和父母相聚 告诉他们 自己接下来可能会很忙碌 短时间可能无法回家 你的脸色有些发白 超凡消失后 你是不是也受到很大的影响 王轩的母亲看着他 有些担心 道 不要过于消耗心神沉静当中 如果不可为 就当梦一场吧 在这现实世界中 过好每一天就是福 保好自己的身体最重要 这才是最真实的 神话由虚而来 你别把自己折腾生病 王轩的父亲 很野关心他的状况 别告诉我 你们其实也在修行 王轩笑道 老王一拍额头 道 习惯了 不是看了一堆 关于修行史的书籍吗 又和燕明城接触久了 忍不住就想发表点看法 惆怅啊 他都远行了 以后我注意 不乱说话了 王轩点头 其实万物相近 百叶相通 平凡人的一些话 还有超绝世的言行 都有可参照的地方 他开口道 身在人世间 活着的所有生灵 无论平凡与否 活过的每一天 都是一种修行 或在友谊争度 亦获平安 即是福 这头熊真可爱啊 王轩的母亲 转移了注意力 一眼看中机械小熊 揉了揉 捏了捏 他则配合着 让活化的金属脸蛋变软 我想去四处走一走 超凡落幕了 我想看一看 世界各地的变化 王轩说道 提前打了预防针 可能要走很长一段时间 不久后 他庆幸提前回家 因为才离开没多久 便又感觉身心疲累 想长眠不眠 他顺利返回 青木在郊外的庄园 就有些撑不住了 自己爬上床 最后看了一眼 窗外大雪飘舞的寒冷世界 他再次昏迷 在这个时代 我可与地先比肩 如今要和超凡大时代背景 共腐朽吗 不可能 我能撑得住 昏尘前 他的潜意识发光 必须得坚持住 一切都是因为 自己体内出了问题 他要解决这种麻烦 他觉得 和光点中的星元神之间 不亚于一场战争 每次昏迷都是在对抗 在激烈争夺精神能量 在长眠中 在模糊间 他曾听到很多人的轻患 有轻木的声音 有陈永杰和刘怀安的 也有机械小熊的 老王 你这是怎么了 别吓我 这是秦成的声音 他叙道着 从外边回来了 当初 大姐就为熄灭前 为了防止恶龙 对王轩身边的人下手 无音 秦成等熟人 都被送走了 王轩 醒一醒 不要再睡了 这是赵清汉的声音 他也来过 站在病床前 朦胧的声音飘落 这一次 王轩昏迷了一个星期 始终都没有清醒 外界都得到消息 各方都很吃惊 连他都受到这样的冲击了吗 期间 王轩隐约间有感 无音来过 低声轻语 小狐狸不会开口说话了 退化严重 跳到他的床头 用毛茸茸爪子 轻轻碰了碰他的脸 王轩 你怎么还不醒来 你说了 无论你在哪里 在这个冬季都会赶回来 会参加我的婚礼 你人回来了 可是 精神意识呢 赶紧醒来吧 一定要恢复 好起来 秦城来过很多次了 他的家就在安城 离这里很近 每天都来看我王轩 王轩 振作点 不能出事啊 我的一双儿女要出生了 一男一女 你要是敢不醒 我就真见你的轩字位 其中一个起名字 陈永杰虽然这样说 但却略显沉重 第八日 王轩行转 此时已是半夜时分 万类俱寂 他看了下床前的日历 这次的昏尘时间 近这么久 机械小熊 一直守在房间中 第一时间觉察 立刻走来 机械地表达着喜悦之情 问他饿不饿 王轩看了看 镜中的自己 有些偏瘦了 两并肩 还是有数十根 白色的发丝 有些醒目 我去告诉清木 你醒了 不要 太晚了 不要吵醒他们 王轩阻止 机械小熊 次日 清木 陈永杰等人 第一时间出现在房间中 秦城闻讯也快速赶来 很是惊喜 老 老王 你吓死我了 怎么会变得这么虚弱 总是昏迷 你现在醒了 我决定了 婚礼照常举行 就在一个月后 他无比喜悦和高兴 笑道 你看一看 有没有重义的姑娘 和我一块举行婚礼算了 清木告诉王轩 赵清汉 吴英等人 在这里待了数日 暂时离去 星星 有他们家人的消息传至 你现在怎样了 实力到底坠落多少 陈永杰担心地问道 勉强还可以 和地仙一争高下 王轩告诉他 这 老陈 清木 刘怀安都吃惊 现在王轩这么虚弱了 看起来精神状态很不好 还保持住了 可比肩地仙的道果 老王 你可千万不要再昏过去了 秦成不在乎他实力的高低 只希望这个最好的朋友兼同学 能够平安就好 放心 我期间如果昏睡 一个月后也一定会醒来 参加你的婚礼 王轩点头说道 就这么说定了 那我可要去发婚礼请柬了 你不能不到场 当日 秦成就开始发请柬了 有大学同窗 有熟悉的朋友 从旧土到新兴 通知了很多人 然而 他很吃惊 最后告诉王轩 有些莫名的人并不熟悉 甚至以前没接触过 都主动送祝福 暗示要出席 陈永杰悠悠开口 看来这次会很热闹 他们是想看一看 王轩究竟怎样了 想了解他的状态 从普通人的组织 到还存在的超凡者 估计会有不少人到场 他很清楚 王轩杀过地仙 是如今最强大的超凡者之一 各方其实都在关注 最近 有不少人登门 都被陈永杰婉拒了 很多人大概想 接这次婚礼接触王轩 了解他最真实的状态 请不回答